請問一下,陳佩琪告媒體名嘴的官司啊,然後法界的認為是您要御駕清爭才有可能 因為目前說陳佩琪醫師可能沒有辦法代替您來對這個名嘴控告 不過是這樣啦,其實我們家的錢不只一半,我看上次的都是他賺的 不曉得,這個看看等法院進行結果再講 那您有可能去嫁親身嗎? 唉,到時候再說吧 市長你的競選辦公室現在被查違規,然後兩個月限起來,你會另外找地方嗎? 正在找啊,問題是我們台北是co-working space,就是那種共同辦公空間 我看八成以上都不合法,現在沒有人敢租給我 那你這樣怎麼辦?你現在要怎麼找? 唉,在想辦法 行動辦公室會是一個選擇嗎? 在公園辦公喔 租來車 租來車 租來車也要有地方停 因為之前柯玉安變成租水草 我都沒有問柯玉安這幾天在哪裡 市長官華商場是不是從2009年就沒有交租出去,還是否損失千萬? 不過後來那個產業譬如說他們已經流標三次了 不過是這樣啦,既然有問題就趕快來處理 不過之前也是一直流標,底價太高出不出去 上官,你議新聞講烏來溫泉水草水濾流到北水的系統裡面,好像被台北市任副下去 因為南市溪的上游在新北市 所以如果新北市說沒有問題,難道我們要說有問題嗎? 這個就是一樣,檢舉要有證據,要有實際的證據 如果新北市要出來拍胸補抽沒問題,我們也只能說好吧,那就相信啦,不然怎麼辦 市長,林總理局長昨天出來開工仔的記者會,但被質疑說,他說是新建不是完工,但是還是被質疑說你還在硬拗? 沒有啦,其實我們算一算,就是要連開工的加起來兩萬戶都很拚,因為沒有想像那麼容易,我們還在盤點 那這樣會不會被質疑還是有點跳票的想法? 我看我們再怎麼算也沒有到兩萬戶,可能一萬九或一萬多 所以當初估計會有點死? 不過差一點點差不多啦,兩萬戶我覺得如果可以真的做到一萬九也是蠻厲害的 市長你怎麼看蔣院會議員,他在說在屏東警察局就哭信為什麼有信或什麼?你認為他在做什麼? 唉呦,我跟你說,不要叫我去評論另外一個人啦,這個就平常心嘛,就算,好啦,有時候 市長,你手中說要用佛的精神來打選戰,你覺得你是,他要想,我覺得你是我吧? 好啦好啦